城中又发生一起诡异的抢劫案 奇怪的是 经过警队的弹道专家鉴定 案发现场留下的弹头 跟七年前一宗珠宝抢劫案提取的弹头 竟是同一把枪击发的 并且从作案手法来看 两起案子应该是同一个人所谓 可七年都没有抓获的劫匪 这次却在现场留下了一滴血 就在这时 警队又接到了一起失踪报案 一位名叫贺红的女人 声称丈夫沐伟多日未归 而法医去他家提取DN后发现 竟和结案现场提取的血迹是同一个人 也就是说沐伟有可能从家里失踪之后 便持枪抢劫了金电 于是警方立刻前往沐伟家调查 结果在电脑上查到了购票记录 沐伟使用假身份 购买了一张外逃的车票 而购票时间正式案发前一天 种种迹象似乎都表明 沐伟就是金电抢劫犯 可沈亿通过观察沐伟家的细节 却发现了一条惊人线索 我们可能找错人吗 你说沐伟是色盲 对 原来沐伟的电脑壁纸异常的艳灵 同样他家的电视屏幕 也很鲜艳并且偏红 这都说明沐伟对颜色的感知力比常人要弱 并且他家的积木和衣服 都严格遵循色彩由深到前摆放 目的就是为了快速分辨出颜色 因此沈亿判断沐伟是个色盲 果不其然 警方通过核实沐伟的体检报告 最终证实了沈亿的判断 据此沈亿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推断 经电劫匪很可能不是沐伟 因为沈亿从经电附近的监控里发现 真正的劫匪过马路时没有任何犹豫 如果劫匪是沐伟的话 他过马路时应该下意识地犹豫一下 因为沐伟分不清红绿灯 既然这次的劫匪不是沐伟 但是从现场留下的作案痕迹和手法 又跟七年前的案子一毛一样 那么会是劫匪用沐伟的枪 模仿他犯下第二起案件吗 沈亿听后却直摇头 通过现场的那一滴血 沈亿断定这不是无意在现场留下的破绽 而是为了留下破绽 故意制造出这样一个现场 目的就是为了驾护沐伟 以沈亿擅长的绘画来举例 临摹是为了追求百分百还原 而这滴血对一个赝品来说 却是致命的瑕疵 既然劫匪不是沐伟 那沐伟又去哪了 找到他或许就能查出劫匪 警方立马兵分两路 着手调查妻子贺红和女儿小安 通过观察小安的绘画 沈亿发现他平时很不开心 小安的姑姑告诉沈亿 沐伟对小安确实不好 而成队通过走访调查 发现贺红夫妻关系十分不好 甚至有留言相传 小安并不是沐伟的孩子 如果亲子鉴定证实这个留言 那就不能排除贺红涉案的嫌疑 为了拿到小安的唾液做亲子鉴定 沈亿带他买了冰淇淋后 又来到了一家披萨店 小安是这家店的常客 老板楚天启十分疼他 趁着小安吃披萨时 沈亿偷偷提取了小安的唾液 经过亲子鉴定 小安果然不是沐伟的孩子 至于亲生父亲是谁 警方的信息库并没有匹配到数据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劫匪不是沐伟 却留下诸多痕迹嫁护沐伟 因此劫匪跟沐伟和贺红一定关系密切 而沐伟与贺红又关系不和 据此可以推断 小安的生父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接下来就看沈亿的画像 他要先通过三岁画老画像法 精确画出小安成年后的样子 再从成年小安的脸上 找出母亲贺红的遗传特征 然后分离出并非贺红的遗传特征 最后再把头骨下恶骨等等这些 男女骨骼有差异的地方进行调整 最终得出小安生父的脸 最终得出小安生父的遗传